Andrea你好 你好 我是月己网的Ricky 欢迎你来到月己今年的美妆大赏 那你参加我们月己的首届美妆大赏 心情怎么样 我觉得很兴奋啊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像是这样子的典礼 所以我觉得很荣幸 也很兴奋可以参加月己今天的这个颁奖典礼 那么请问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我最近我刚结束一个 我可能不会爱你偶像剧的拍摄 对然后这个偶像剧现在同时在台湾跟内地都有播出 那接下来的话下个月我准备要到广州来拍一部新的戏 所以对也是最近有跟内地很有缘分 我自己也很开心 我听说你很会唱歌的 那最近就是没有就是唱歌的这方面唱片之类的 没有推出新的吗 唱歌的话目前还没有这样子的打算 但是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很想尝试 我发现你的皮肤保养真的非常好 那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给我们那个月己的读者 还有网络用户的呢 秘诀的话我觉得清洁 清洁非常重要 对那我每次在工作完以后 我一定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卸妆 对然后我觉得卸妆跟洗脸都是保养肌肤的根本 就是如果要有一个很健康的皮肤的话 就要做好的清洁 然后有充足的睡眠 就皮肤自然就会很很在很健康的状态 我觉得做越艺人的话一定会压力非常大 而且非常的忙 但是我感到你的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的平衡的 然后就是说那女孩子在巨大的压力下 要怎么样才能保持自己的美丽呢 这点你有没有心得要分享给我们大家的呢 巨大的压力下 我觉得要运动 因为运动会让人觉得很开心 而且运动的时候也 我觉得在运动的过程中 就会排挤着很多的压力 因为你的四肢有伸展之类 像我自己的话 我就很喜欢游泳啊 骑脚踏车之类 每次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 就赶快到游泳池去游泳 游完心情就会忽然开朗 难怪身材保持这么匀 谢谢 那我最后我想请你对我们越级的读者 还有网站的用户说一句话吧 说一句话吗 我觉得身为女孩子是一件非常幸运 而且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很最棒的资产 然后为自己的美丽跟健康做一个好的投资 好谢谢Andrea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希望你明天继续参加我们的SELF美妆大赏 当然 好 谢谢 谢谢